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天气愈来愈热,夏日蚊虫让人,逗六是巴德社区关怀据点为照顾老人,今天举办夏日驱蚊辟邪香包制作课程,教老人家DIY香包,将香包别在身上,不仅可以蚊香,也可以驱蚊,老人家一起做香包,还可增加人际互动及拉近彼此关系。 巴德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邓有更表示,巴德社区关怀据点设立已经半年,平时鼓励老人从家里走到据点参加各项健康促进活动,与其他老人与志工户重动,分享生活点滴,避免提前老人失职,达到身心健康的效果,另针对平日较少出门或失能的长者,关怀据点也可以主动出击方式, 提供社区老人关怀方式,电话问安,咨询及转介等服务。 今天巴德据点邀请中医师邱世文教导老人家制作曲纹辟邪香包,老人家将四种不同的药材装进袋子里,再仔细细好,可随身携带,制作的难度不高。 老人家各个亲自操作,老人还打趣地表示,香包应该在端午节时制作,现在做完了些。 邱世文表示,香包不是端午节专利,随时都能制作,因为夏天蚊虫滋生让人,如能随身佩戴香包,不仅气味于人,而且有主感蚊虫,避免被叮咬的功能,也避免感染各种疾病。 一举竖得,老人家学会制作香包后,回家后可随时帮家人量身定做,也可拉近亲子关系,也让大家更健康。